那当然首先我们自己要反思自己走过来的路 前世不忘 后世之失 这一段时间 大家应该有感觉到 成德好像一直在重复一个议题 面对境界要清楚 学佛 佛是觉啊 在哪里觉悟 在每天遇到的境界 处理的事情 假如今天经过一件事了 问题出在哪 我们都稀里糊涂的 那就有可能明天以后 同样的问题会再发生了 成德举了几个例子 有一个媳妇跟她婆婆的互动 佛婆婆为什么生气了 她不知道 那就有可能以后还会同样的原因去惹她生气了 包含有个同修不经意的笑着说了 哎呀 我对别人也不容易发脾气了 怎么就对我家里的人那么容易发脾气啊 这个情况对她来讲好多年了 那学佛的人怎么可以让同样的情况出现好几年 都不知道原因在哪 那这个学佛不都学到向上用功去了 没有真实的受用了 好 所以 我们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 问题出在哪 我们有没有检讨出来了 包含我们组织活动 最后都做总结案 总结的目的 对自己来讲 下次不要再犯了 对相关的人员 我们提供这些经验 他不用从头摸索了 这个是广修供养 所以普贤行在哪 那开会就是普贤行的 总结不是广修供养吗 开会的时候 言语柔和 在礼敬他人 礼敬诸佛 开会的时候 整个活动 人家的付出 我们都能观察到 都能及时赞叹 这就称赞如来 开会的时候 我们过程自己犯什么错 都能提出来反思 就是在忏悔业障 你开会的时候 很多种种建议 能让下一次办得更好 这是不是请转法轮呢 你开会的时候还推举 下一次谁做总干事 这个叫请佛注释 都没有离开 所以佛法就是生活 就是工作 就是处世带人接物 陈德也有劝过 多认识十年以上的同仁 劝他们 他们主要其中有一件事 劝最多 敦伦敬奋 我听过不少人 洪护传统话 花的时间不少 但是孩子心里在想啥 他不知道 甚至孩子都有忧郁的倾向 代表我们都忙到事里面去了 这个心连最亲的骨肉 都感受不到 我们做的事再多 不是在修行的状况 那事做了只有什么 福报 那不是功德了 功德是什么 真心才有功德 一个人越学 越感觉不到最亲的人的心 这哪有真心呢 反而变成很多人 净家庭本分的借口 我都去做好事 逃避 好多修行人 逃避夫妻的相处 这个叫分别执着 挑境界 逃避自己当父亲 当母亲的责任 我记住了他们的孩子都知道他们很缺爱 但自己当父母的人都没有重视起来 虽然修了一点福报 可能后面的罪业重了 慢慢你的孩子会长大了 那他身心出现什么问题呢 你说认识我们的人怎么看呢 他还讲课呢 怎么孩子教成这样啊 那我们负不负因果啊 所以行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啊 不论一死而论久远啊 不论一生而论天下 我们很容易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那叫好恶心啊 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那是道义的心啊 无情不能修道啊 没有情义啦 没有情义啊 人生都保不住啦 不要说去做佛啦 做人五常 仁义 义排第二了 仁义 理智性 武常啊 其实你爱护你的孩子啊 那叫守信啊 那孩子诞生的时候 我们当父母的人 铁定在心里面 都曾经 发愿啊 积蓄啊 是吧 好好照顾孩子了 给他幸福了 是吧 是吧 看他那么可爱 很自然就生起这样的心啊 这是父子有情的天性啊 起过的心念呢 不能违背啊 这个是姓诺了 跟子女是这样 五轮关系都是这样 夫妻之间也是这样 这个我也观察了 有时候我劝对方啊 有时候我劝对方啊 对方敢怒不敢言 然后硬做个样子给我看 事实上啊 他真做假做啊 我还算看得出来 然后做个样子 就等我发话 好 你可以去讲课了 其实啊 其实啊 做样子啊 是不能感动人了 自成才能感通啊 我们是不是真心去做啊 骗不了最轻的人 他们是最能感觉到的了 所以众生啊 我们这个我慢太重了 不容易听别人的话了 都比较顺着自己的感受啊 认知啊 福在受见的 老和尚这一句话很有味道了 看这个人有没有福报 他能不能听父母的劝 听老师的劝 听一心为他好的亲戚朋友的劝 你从这里就看出这个人有没有福报了 听了人生少走很多弯路了 听了人生少走很多弯路了 听了吗 听了